在我身後的就是沙鹿火車站 大家都知道沙鹿的特產就是肉製品 現在要去的這家就是 菁英中的菁英 蕎楚中的蕎楚 到底這裡的肉製品有多好吃呢 現在就要來吃吃看 嗨 你好 哈囉 你好 好吃的香腸喔 我真的喜歡吃了 為什麼它的顏色那麼淡啊 因為我們沒有防腐劑 色素 都是純天然的香料 你嘗嘗看 酒釀香腸 酒釀香腸 對 農酒釀香腸 真的 好吃喔 很香耶 酒味超重 有點甜甜的水果的香味 對啊 我們是農酒釀香腸 對 你們真的是農酒釀 剛涼酒製作的喔 肉是整塊的 對 我也覺得裡面的肉非常大塊 沙鹿這家豬肉鋪來頭可不想 他們不只會製作好吃的農酒釀香腸 台灣第一塊的炭燒肉餃 就是他們家的老老闆做出來的 只是店面這麼大 不展示自家產品 擺著鍋子砧板這些東西 到底是為什麼咧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招牌 充滿濃濃的復古味 好像我真的要來買肉 事實上我真的是要來買肉 但在買肉之前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 所以你看旁邊竟然有展覽耶 對啊 展覽這些東西是因為你們 歷史悠久嗎 差不多有80幾年了喔 有80幾年了 老字號的店耶 你們這些應該是傳家之寶吧 可以這樣說 莉姐姐 那這邊那麼多肉要怎麼處理 我們年姐的肉很多 都是這兩塊大砧板在處理的 對 都放在上面 這個是砧板 對 你說是把肉放在上面 這樣子切的砧板 對 像那個砧板已經被凹了 我跟你講要是生意不好的話 或是你知道歷史不夠悠久 店開不夠久 砧板是很難凹的對不對 對啊 旁邊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肉製品 都是用大鍋子炒的 所以這是炒肉的鍋子喔 下面都是用炭火 木材 不是用瓦斯的喔 現在已經很少聽到 比如說肉乾 肉製品 是用蒸的炭火 對 因為其實很花時間 這個咧 這個是什麼 就是打肉的板子 打肉的板子 打肉的板子 垂肉的板子 的垂子 做肉鬆 肉腐都會需要要打 對 這個咧 襯肉的對不對 對 以前那襯肉的 我們都是用這個大型的襯肉機 試吃時間 第一個我們要吃什麼 原味肉質 肉質 我們家的肉質好吃喔 可以試吃看看 好薄喔 對 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講話那麼快嗎 因為 你知道很香 你的口水就會一直分泌 你就想趕快把這個炒結束 然後就趕快吃 好香喔 好吃嗎 好吃 很香 而且很好養 很好養 我覺得老人也可以吃耶 對啊 而且有時候肉乾肉質 有時候人會覺得很 太有嚼勁的話 老人沒有辦法咬 可以耶 完全可以 我有特別選過的 比較軟嫩的肉 是哪裡 豬哪裡的肉 豬的腰肋肉 最軟嫩的地方 地方 可是我聞到一個水果的香味 我們有加紅菊 難怪 我就想說 奇怪怎麼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一個果香的味道 越吃越香 越吃越香 真的 而且水果的甜味 還伴隨著那個炭火的香味 結果我發現它上面有花紋耶 你們是特別去弄的 特別去捶這個花紋 因為我們都是手工的 都是用那個竹筛啊 你說把它 一片一片用在那個竹筛上面 用烘乾的 對 難怪它上面有那種植物 跟竹子的紋路跟痕跡 對啊 莉姐姐還有什麼推薦給我 我們家的牛肉餃也不錯吃喔 牛肉餃 對啊 哇 好像骰子牛喔 對啊 你吃看看 它也不會很硬喔 QQ的 軟軟的 有的人不喜歡 就是吃那麼大一片的 那種牛肉乾的話 這個就不會有那麼多分 對啊 一口一口方便吃 對 一口一口方便吃 很香耶 我們牛肉餃的特色就是 有加一些黑糖成品 跟外面的不一樣 對 難怪 我就覺得 又有水果的味道了 可是跟剛剛那個肉質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一些中藥材 難怪 對 還有一些秘方不能說 你說是特製秘方嗎 對啊 因為它吃起來的口感 味道非常的豐富 對 你覺得剛剛那個是有點紅虛 肉質是有點紅虛 對 有一點點香氣 甜甜的 對 可是這個有點甜甜辣辣的 它剛開始吃 你會覺得它甜甜的 原來那就是黑糖的味道 你聞呢 它沒有 很香 沒有聞起來 聞起來完全沒有牛的感覺 可是你咬下去的第一口 完全就是讓你吃牛肉 然後 剛開始咬的時候甜甜的 就是黑糖的味道 咬到中間的時候微微辣辣的 是有點辣味的 對 對 稍微有一點辣 然後你越咬 越焦 你口水開始分泌之後呢 就開始有中藥的味道出來了 層次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這是香水了吧 還有前中後味 對啊 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好吃 真的 會一口接一口 真的 台中伴手裡 除了太陽餅外的新選擇出現啦 蘭蘭覺得肉質和牛肉餃很有潛力耶 軟嫩的肉質薄片 不只香氣足還很耐嚼 微甜微辣的牛肉餃則是 軟嫩中又吃得到肉汁 有機會記得來下路嘗嘗看喔